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了解一个心理学 我今天用心理学来举例 假设我今天想要了解社会上常见的一些理论 那么我去Google上面做搜寻 我就搜寻社会常见理论 我挑这篇文章心理学常见的18种常见的效应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平常想要搜寻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应用 新的议题 想去了解它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样的方式会让各位的效能增加很快 首先我们会先接触到你的搜寻到的文章 所以我们会先做个简单的阅读 那阅读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比如说通常我们会先阅读内容 然后稍微了解一下里面简单的内容 然后所以再来我们就会使用 我们会在阅读的时候把关键字跟重点做个简单的摘要 一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初级的阅读者 他会从头读到尾 如果你是一个进阶的阅读者 那我们只是想针对你想要的知识的部分 我们就会使用跳跃的阅读法 所以我会去搜寻关键字 搜寻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蝴蝶效应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键字把它圈起来 蝴蝶效应 然后它稍微看一下内容 然后把重要的字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划线 初始条件可能很小 但是因为不断的放大 那会造成对未来造成极巨的极大的差别 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它的摘要大意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们会在 就把这样的内容呢 就直接在新字图里面 我们就会直接在新字里面增加一个叫做蝴蝶效应 然后把重点摘要直接打进去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贴上 如果经过自己的论识过的字句会比较关键 会比较在实质记忆上会有比较重大的意义 那么所以经过你的简单的阅读之后 我们把蝴蝶效应这个关键字给摘出来 那摘出来之后呢 这是针对蝴蝶效应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当然你可以再去里面 再去稍微再看一下 它里面一些实际的应用 那稍微再做个简单的摘要 那所以一般我们在从阅读到变成新字图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很简单 透过你简单的阅读 把这些关键字摘要出来 那这个节点就是你的新字图的重要的元素 那这个节点呢很多会形成一个架构 所以我们经过你刚刚的这种方式的阅读之后 会形成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 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新字图的架构 这是第一步 经过阅读 然后产生你的 建立你的新字图的架构 然后再读一步